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,GJ连如其致女人我最大讨论如何回收旧爱, 主持人蓝欣梅认为自己谈感情走的是乾脆帅气路线,不太会回收旧爱。 GJ则分享说曾附和前任,但是一场饭局上的电竞举动,瞬间让她吓歪,最终还是走上分手一路。 GJ表示18岁结交了一位打她一轮的外国男友,对方住国外又是公众人物,因此两人外出都得十分小心翼翼, 约会地点不是饭店就是隐秘包箱,因被感压力而提分手。 没想到分手十几年后两人再度复合,某次GJ带助男友出席朋友饭局, 席间有长辈正要加齐海鲜时,男友却忽然开始对住长辈面经,顿时让GJ一下歪, 当时也在场的蓝欣梅也说,我们大家也都吓傻了。 因此就算男方浪漫温柔还会带吉他写歌颂GJ, 思考过后还是决定分手。 GJ分享自己回收旧爱过程。 TVBS提供 GJ